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智库简报 研究报告节目 在当今的地缘政治舞台上 印度与西方之间的观点差异愈发明显 这不仅反映在外交言辞上 更体现在两者对全球问题的理解与应对策略上 印度外交部常贾伊尚卡在慕尼黑的演讲中强调 欧洲不应自是为世界问题的唯一焦点 这一观点揭示了双方在价值观与利益上的深刻分歧 从冷战期间的非结盟立场 到当前与俄罗斯的密切联系 印度对国际事务的立场始终独树一帜 近期 加拿大与印度的关系恶化 以及中印之间的和解 都挑战了西方对印度的期待 这一切都源于印度在经历多年动荡后 对稳定与发展的渴望 尤其是在其努力成为全球制造中心的背景下 尽管印度与西方在房屋与能源等领域持续深化合作 但根本的世界观差异仍是双方关系中的一个巨大挑战 越早意识到这一点 双方就能更有效地减少误解的空间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印度与西方处于不同的世界 一文来自于Nike Asia 这是一个专注于亚洲事务的知名新闻出版物 致力于提供深入的分析和报道 该文章探讨了印度与西方国家在地缘政治视角上的差异 以及这些差异如何体现在当前国际关系的各个方面 文章首先引用印度外交部长苏布拉玛尼亚姆·贾伊·尚卡 在慕尼黑的一次讲话 指出欧洲常常陷入一种自我中心的心态 认为欧洲的问题就是世界的问题 而世界的问题却不是欧洲的问题 这一观点揭示出印度与西方之间的一项关键分歧 尽管印度和西方国家都声称拥有共同的民主价值观 并在几乎所有的联合声明中提及这一点 作为合作的基础 但实际上这两者却生活在彼此截然不同的世界中 从冷战时期印度坚持的非结盟立场 到如今印度与俄罗斯的密切关系 印度在全球事务上的立场始终与西方不尽相同 最近有报道称 印度已成为俄罗斯的第二大限制性关键技术供应国 这更凸显了印度与西方关系的复杂性 此外 加拿大与印度的关系 因加拿大指控印度参与了在加拿大境内 刺杀一名西克加拿大国籍人士的事件 而迅速恶化 而中印之间最近达成的协议 则重新设定了两国在2020年边界冲突后的关系 这也对西方与印度在对华关系上的一致性 构成了挑战 这种复杂关系的核心在于 印度与西方在理解彼此世界观上存在不协调 最近在Netflix上热播的系列剧 IC814 坎达哈杰基事件 正是这种分歧的生动力证 该剧讲述了1999年12月 一架从加德满都飞往德里的印度航班 被劫持的故事 在这个事件中 乘客和机组人员在四个国家间 经历了漫长的八天 最终在新年夜 以释放三名恐怖分子的条件下 获得自由 尽管这个剧在历史准确性上存在争议 但它确实反映了1990年代印度面临的困境 对于西方而言 1990年代被视为全球化的黄金时代 美国的 丹吉时刻相对 稳定 然而对于印度 这确是一个动荡不安的十年 从1991年的外汇危机到1992年 巴布里清真寺被回引发的宗教紧张局势 再到1993年梦买的骚乱和爆炸事件 这些事件都将印度推入了不稳定的深渊 1990年代中期 印度经历了一系列短命的弱势政府 随后在1998年进行了核试验 导致全球的孤立与制裁 而这一切尚未结束 1999年 印度与巴基斯坦爆发了第四次战争 这是两国作为核大国的首次直接冲突 这让克什米尔成为全球最危险的地区之一 随后发生在1999年圣诞节的劫机事件 则为这个艰难的十年增添了更多阴影 然而 这种不稳定并未在新千年到来时结束 2000年代 印度继续面对一系列高调的恐怖袭击 从2001年12月的印度国会袭击到2008年梦买恐怖袭击 这些事件不断考验着印度的安全政策 在这段时期内 新德里还目睹了美国与巴基斯坦关系的深化 因为华盛顿希望伊斯兰堡能够帮助稳定阿富汗局势 这些地缘政治的发展影响了印度对国际事务的态度 首先 在经历了几十年的不稳定之后 新德里渴望稳定 莫迪总理将当前时期称为印度的阿姆里特卡尔 即关键时期 并专注于经济发展 以期在2047年国庆百年之际实现发达印度的目标 因此 当西方国家看到不稳定时 印度则看到机会 新德里采用了已故中国领导人邓小平的韬光养晦策略 保持低调 并采取主要以自身利益为导向的外交政策 这解释了印度在乌克兰 中东等关键全球冲突中所扮演的有限角色 以及其希望与中国缓和紧张关系的愿望 因为中国仍然是印度的重要贸易伙伴 这对新德里希望成为全球制造中心的雄心至关重要 其次 在经历了一系列恐怖袭击后 印度当局采取了强硬的安全立场 莫迪总理被称为守卫者 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安全先生称号相媲美 这也有助于解释 为何加拿大与印度在言论自由与煽动暴力之间的辩论中处于对立面 特别是在一些希克伊加拿大人支持哈利斯坦运动的背景下 最后 印度对西方的怀疑态度已根深蒂固 从冷战结束后 失去主要战略伙伴苏联 到1998年核试验后遭遇西方制裁 再到91事件后 美国与巴基斯坦关系的深化 新德里逐渐将西方视为一个反复无常且不可靠的伙伴 这种潜在的不信任 通过印度在国际外交中的挫折不断显现 从在孟加拉国的挫折到 与加拿大的外交关系恶化 这些都被印度认为是西方试图遏制印度的表现 尽管如此 印度与西方之间的关系仍将继续深化 印度在防务 技术和能源转型等领域 仍然是西方的重要战略伙伴 在越来越强调 与志同道合的国家或可信赖的区域 进行合作的背景下 印度的不完美民主制度 相较于中国的一党专政 提供了一种更为和缓的世界观 虽然这种世界观与西方的完全不同 但它也不明确反对西方 与中国、俄罗斯和伊朗的立场截然不同 然而 根本不同的世界观 仍将为双方关系施加限制 越早认识到这一点 双方就能更好地减少误解和误判的可能性 在全球化和地缘政治日益复杂的背景下 印度和西方如何在彼此的差异中找到共识 将决定他们未来合作的深度与广度 请大家继续收看中国研究院的研究报告 印度与西方截然不同的世界观与战略选择 摘要 本文以中国研究院的名义 深入分析印度与西方国家 在地缘政治、经济发展、安全策略等方面的差异 通过案例分析、数据支持和专业术语的运用 阐述了印度在全球事务中的独特立场 以及这种立场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同时探讨了印度与西方国家 在价值观、外交政策和战略目标上的分歧 并提出了对未来双边关系的观察和建议 一、引言 印度作为新兴经济体和人口大国 在全球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然而 印度与西方国家的关系 却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局面 虽然双方在许多联合声明中强调 共同的民主传承和价值观 但实际上 印度与西方在许多重大国际议题上的立场并不一致 这种差异源于历史、政治、经济和安全等多方面的因素 二、历史脉络与不结盟运动 一、冷战期间的非结盟立场 印度自独立以来一直奉行不结盟政策 在冷战期间 印度拒绝加入美国或苏联的阵营 而是选择与其他新兴独立国家一起推动不结盟运动 这种政策体现了印度对全球南方国家的认同感 以及对自主外交的追求 二、与苏联的密切关系 虽然印度宣称不结盟 但在实际上与苏联保持了密切的关系 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CIPRI的数据 从1950年代到1990年代 苏联是印度最大的武器供应国 占印度军事装备的70%以上 这种关系在冷战结束后依然延续 表现在印度对俄罗斯武器的依赖上 三、现代印度的外交与安全策略 一、与俄罗斯的关系 根据最新的报道 印度已成为俄罗斯第二大限制性关键技术供应国 2022年 印度与俄罗斯的双边贸易额达到约135亿美元 比前一年增长了45% 印度大量购买俄罗斯的能源和军事装备 这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 引起了西方国家的关注和不满 二、对加拿大的关系 最近 加拿大指控印度政府 参与了在加拿大境内 刺杀一名有希克教背景的加拿大公民 导致两国关系急剧恶化 这一事件凸显了印度 在对待海外分裂势力上的强硬立场 也反映了与西方国家 在言论自由和主权安全之间的价值观差异 三、与中国的边界问题 2020年 中印在喜马拉雅山区的边界冲突 造成双方紧张关系升级 然而 近期两国达成了新的协议 试图重制关系 据印度商务部数据 2022年中印双边贸易额达到1250亿美元 中国依然是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 这表明印度在经济发展和安全关切之间寻求平衡 四、印度的内部挑战与世界观 一、1990年代的动大 经济危机 1991年 印度面临严重的外汇危机 外汇储备仅够维持两周的进口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介入 要求印度进行经济改革 宗教冲突 1992年 巴布里清真寺被毁 引发了全国范围的宗教冲突 造成数千人死亡 恐怖袭击 1993年 孟买发生连环爆炸 造成257人死亡 超过1400人受伤 被认为是巴基斯坦支持的恐怖组织所谓 二、核试验与国际制裁 1998年 印度进行了核试验 成为实际上的核武国家 美国和西方国家对此进行了制裁 包括停止军事合作 限制技术转让和援助 这使印度在国际上陷入孤立 三、与巴基斯坦的冲突 1999年 卡吉尔战争爆发 这是印巴之间的第四次战争 也是双方成为核武国家后的首次直接冲突 美国总统克林顿称克什米尔位 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 五、印度当前的战略目标与选择 一、专注经济发展 莫迪的阿姆里特卡尔愿景 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提出 从2022年到2047年 印度独立100周年 使印度实现成为发展中大国的 关键时期 政府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 新能源和制造业 希望提升印度的全球经济地位 数据支持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 2022年印度GDP增长率达到8.7% 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大型经济体之一 二、实用主义的外交政策 与中国的关系尽管存在边界冲突 印度仍然希望维持与中国的经贸关系 中国是印度的主要进口国 提供了大量的工业产品和技术 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 印度在俄乌冲突中保持中立 拒绝谴责俄罗斯 并继续从俄罗斯购买能源和军事装备 三、强化安全立场 反恐行动 经历了多次恐怖袭击后 印度加强了国内安全措施 提升了军事预算 根据印度财政部的报告 2022至2023财年 国防预算达到7036亿卢比 同比增长13% 国际合作 印度积极参与上河组织 金砖国家等多边机制 加强区域反恐合作 六、与西方国家的分歧与不信任 一、价值观的差异 言论自由与国家安全 在加拿大支持哈里斯坦运动的西克教徒 被世卫行使言论自由 但印度政府认为 这威胁到国家统一和安全 人权问题 西方国家时常批评印度的人权状况 特别是在克什米尔地区 这引发了印度对西方干涉内政的反感 二、对西方的不信任 历史因素 冷战后 印度失去了苏联这一主要战略伙伴 感受到国际格局的巨变 带来的压力 制裁与压力 1998年的核实验后 印度遭受西方制裁 增强了对西方不可靠性的认识 与巴基斯坦的关系 美国在反恐战争中与巴基斯坦合作 令印度感到自身安全关切被忽视 七、未来展望与建议 一、双方关系的深化空间 经济合作 印度巨大的市场和人力资源 对西方企业具有吸引力 双方可以在信息技术、新能源、制造业等领域 加强合作 安全合作 在印太地区的战略背景下 印度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组成 四方安全对话 Quad共同应对区域安全挑战 二、限制于挑战 不同的世界观 印度的实用主义外交 和西方的价值观外交 存在根本差异 这将限制双方合作的深度 减少误解 双方需要加强对彼此战略意图和政策的理解 避免因误判而导致关系倒退 三、对中国的启示 战略平衡 中国应关注印度的战略选择 既要防范可能的竞争 也要寻求合作空间 加强交流 通过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 增进中印之间的理解 避免误判 八、结论 印度与西方国家 虽然在很多方面存在合作的基础 但由于历史、价值观和战略利益的差异 双方实际上处于不同的世界 认识到这一点 有助于各方制定更加现实和有效的外交政策 减少误解与冲突的可能性 对中国而言 理解印度的立场和策略 有助于在大国博弈中占据主动 维护自身的发展和安全利益 参考文献 一、印度外交部官方网站 3w.mea.gov.in 二、世界银行数据库 dataworldbank.org 三、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 SIPRI军火转让数据库 3w.sipri.org 四、印度财政部 2022-2023财年预算报告 五、纽约时报 相关报道 3w.newyorktimes.com 六、金融时报 关于印度经济的分析报告 3w.ft.com 思想先驱报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 每天早上8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